大学疑似发生霸离的行为 那么校方该怎么样出面来解释呢 现在也引发争议了 东华大学日前就发生 体育系的学生因为没有叫学长好 居然被学长姐猛灌酒 那么这名学弟呢 喝到呕吐昏倒 为此学校上星期找来学生开座谈会 不仅录影 还说呢在媒体审判之后 会还给学生公道 不过呢又引起了质疑 因为在座谈会里头 并没有看到被灌醉的当事人 人醉倒在呕吐屋旁 叫也叫不醒 东华大学体育系学长姐 强行灌酒引发霸凌的争议 3月27号 东华大学校长吴茂坤 找来体育系的师生开座谈会 学长姐对你们用酒的共通方式 是不当的 那是不是有一种强制的一个压力在 如果你们当场不喝的话 会不会有一种压力 不会 校方更把座谈会录了下来 制成短片 要媒体审判后 还给学生一个公道 假如你们愿意 你们就出来 做个陈述 还公开的说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座谈会有老师提问 灌酒的学长姐 以及被灌酒的学弟妹来回答 只是影片一出 反而引发更多网友质疑 说学弟讲话的时候 后面有一堆学长姐 还有老师盯着 这样敢讲内心话吗 更有人质疑被灌醉的林同学 怎么没有出来说说话 校方特地制作影片澄清 没想到被网友酸说 都串完正了 反而没办法 玩学生一个公道 记者吴彩勋 花铃报道 作人说话 再说看 我心里的 我没想到 我能表达 跟他人啊 你一身的